突然 他就这样看着我 对我说 回去告诉他 爽小聪明在我这里是没有用的 想合作 让他自己过来找我 说完 啪啪啪 就走了 走了 也太转了吧 我之前啊 觉得那个许诚意是这大灰狼 但自从认识这个严长军之后 发现他 冷酷 无情 不可一世 简直毫无绅士风度可言 许诚意呢 哪是大灰狼啊 听说了你那个手链的事 简直是个情种 夏妍 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那不好说啊 或许是个恋无屁呢 对啊 对啊 我也觉得 我觉得他就是喜欢收集旧的东西 仅仅是癖好而已 韩爽 你可别误导夏妍 我觉得是因为共情吧 因为三年前 他也在等人 也没有等到 可能是听了我说的话 突然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了 想通了 人生的起起落落吧 离别与相聚 等待与奔赴 快乐与悲伤 坚守与放弃 都是人生的一个个阶段而已 没有什么是不会改变的 人会变 承诺会变 只要接受改变 才能豁然改了 你这也太能升华了 不就是一个破手链吗 你都快整出一个 班若波 波罗蜜心惊了 看来你对许诚意很了解嘛 得位独心了 韩爽 你别乱说了 夏业还在恢复中呢 怎么可能对许诚意 这个许诚意长得不错 身份地位又摆在那儿 对她东西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再说了 你们想想 我们夏小姐最近是不是老把那个 许老板还有大灰狼 挂在嘴边的 你屁 你细屁 好了好了 别乱说了 你们快帮我想想 怎么对付那延长局啊 不感兴趣 他有没有孩子 要不然 我当他的家教吧 你是大学老师啊 你当人小孩什么家教 你怎么知道他孩子多大啊 他和许诚意是 同学 没事 没孩子 既然那么难合作 那就不合作了呗 又不止是有一家他们做社交媒体的公司 我在想啊 既然是这么重要的项目 为什么要派一个普通员工去对见 而且给你的时间又不多 万一要是对见不成功 岂不是很麻烦 可是NK的花信 不管是品牌定位 还是用户群体爱好 都是最合适闺蜜星球合作推广的 花信是他们家的 嗯 嗯 那是挺有名的 我找那个彩妆还有旅游攻略 就上花信上走 可是 他态度已经这样了 我觉得他明摆了 就是想拒绝和你们合作 他们会不会是 对女的有意见啊 你们要不要换一个男的试试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再想想吧 既然他跟许诚意有过过节 会不会他针对你 是因为这个啊 我想想从这里下说 要不然让许诚意她自己去谈吧 要不然让许诚意她自己去谈吧 他们自己的问题 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呗 你这样费力又不讨好 我看她呀 是想替某人解决问题吧 闺蜜星球 是在我手上一点一点成型的 我一定要封封光光地 把她给推出去 我先决定 我先决定 我自己想决定 你这种 做EHHH 都格逼而不得了 我现在都不然 都不得了 他都只是啊 他想给你 你自己的 我不要 然后 我自己的 我激动 你若狠 你自己的 那要不然 你休息一下 看会儿手机 刷刷视频啊什么的 放松一下 算了 你吃一下嘛 快 听话 就是嘛 你吃着吗 小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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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小林哥 你51 我看看你 把事努力做了 我需要 我培育了 你挹着 你或者我 下林哥 最后必须由我来对付他 那你让夏妍去又是为什么 给他个锻炼的机会也好 你别忘了 你是在董事会下过军令状的 上线用户必须突破千万 这没有NK的合作 我们是不可能完成目标的 这绝对不是一个 让新手去锻炼的时候 但是 延长均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我现在派你去 无异于就是告诉他 我已经走投无路 必须破释沉重 这样只会让他更加肆无忌惮 而我派夏妍去 说不定可以让他放松警惕 你真的要把前途 全都压在夏妍身上吗 艾米 我见 你拿回去重做 一点事情办不好 我养你们干什么的 脖子上长的是木头 还是脑袋 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冲进去重做 下班之前放到我桌上 下班之前放到我桌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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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你有预约吗 预约 对 有预约的话才能进去 没有预约的话不能进入 没有预约的话不能进入 我今天临时知道这有讲座的 能不能 不能 这个讲座很火爆 一收钱已经约满了 很多同学想来都来不了 我要是给你开后门 对他们不公平 后门 尊敬的各位领导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很荣幸 请到了你们的学长 著名的程序高手 业界知名的互联网创业者 我们理工大学的传奇毕业生 严长军先生来做演讲 关于他创办NK的实际 想必你们都很熟悉了 但当还与你们所不熟悉的另一面 现在请看大屏幕 又是这段视频 都播多少遍了 该做新的了 知道了 还是七分钟吗 是 我上个洗油间 为什么 我跟您合作 你都不熟悉了 我现在可以 你还在想 你也没关系 你怎么会 我正在找到 我现在是 你还在想 你还在想 我还在想 你还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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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许诚艺也真的改口味了 喜欢你这一款的 颜总 SG的闺蜜星球跟NK的花信 在功能上有很好的互补 如果两家可以合作 互相引流 会达成共赢的局面 不管对NK还是对SG 都是不可措施的机会 你知不知道许诚艺之前 还有一个合伙人 叫做林薇 我不知道 但您一定知道的是 国外现在有团队 正在研发 跟我们两款应用功能相同的软件 这只是他们进军 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步 接下来 他们会利用自己的资金 还有技术 侵蚀整个中国市场 达成独占 SG跟NK必须要强强联手 才能保证国内的市场份额 不被蚕食 互联网的竞争是国际化的 优胜劣汰 本来就是天律 你那么有爱国情怀 知不知道许诚艺 曾经把一块应用 卖给国外的公司呢 很多都知道 对 每